大家好 我是茂迪七的老顽童赵丛达 这次唐山的打人事件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恶劣 在网上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 是个坏事 可是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有官方的重视 真的下大力下狠手来打击那些社会上那些坏人 特别是执法犯法的贪官无力 铲除他们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 狠狠的打狠狠的抓 那么这件事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大快人心的 一个大好事 现在我们看网上这是拔出萝卜 带出了泥 这不光是带出了泥 这是一股洪流下来 冲起了大量的泥沙 大量的渣子都翻上来了 有这个警察 也就是前警官出来实名举报的 有这个交警出来实名举报 检察院检察长的 还有大量的受害人 不敢在家住了 已经跑到外地的 现在也站出来实名举报 这个实名举报的已经太多了 据说连那个唐山那里那个什么扫黑除恶的 那个办公地点 那个大门前已经排起来长队 接待不过来了 而电话上报案的那些人却报不了 因为你报出来是空号 这也太奇怪了 到了现在 到了今天 唐山的有关方面 有些人还在想压案 还在想把他压下去 可能想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没有事了 而且呢 这也真的 我太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 很感慨 同时也很愤怒 据说 因为唐山的这件事情 非常的恶劣 在某些城市 已经让那些白小摊的 什么那个小餐厅啊 什么大排档啊 因为他厨房也 也都 在街面旁边呢 也不像那些 那些大酒店 什么大酒楼那样啊 据说呢 是让他们把菜刀啊 什么的 都拿铁链子连起来 锁起来 那个菜刀不可以 不可以离开 他那个案板 远了 当然了 这也说明是有关方面 也开始作为了 怕出事嘛 可是这个菜刀 这个菜刀到底 他犯了什么罪了 据说古时候 据说是元朝 蒙古人进关以后 汉人 七家层允许有一把菜刀 七家 有一个蒙古人来管 管这七家就等于是 这个蒙古人就高高在上 他可以随便怎么样处置 一些汉人 甚至传说说是 当初的这个 朱元璋他们要造反 说就八月十五吃月饼 说是从这里来的啊 这个传说呀 说是在那个月饼里装上纸条 都写上沙渣子 然后大家一吃月饼一掰开 里边有个纸条 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吃过国内的月饼了 我在这边也就是过八月十五 买一点这边的月饼 反正味道总觉得 好像我不习惯 这边是属于 这边属于是云南这边的一些 从云南出来的一些人 在那边开的店 做的这个月饼 有这样一个传说呀 那么七家 允许有一把菜刀 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过去是农业社会嘛 那农村里的人 他要做工 你不需要有铁线吗 不需要有锄头吗 那些东西比菜刀好用啊 造反的时候 他比菜刀好用多了 就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 我们说奇眉棍 比较硬实一点的棍子 奇怪怎么这些人的头脑坏了吗 酒瓶子 我们看到了那那那 斗坏现场的酒瓶子也是武器啊 而且有的时候在那种场合 酒瓶子很厉害啊 只要把酒瓶子那个底磕掉 那等于匕首 怎么办 砖头瓦块呢 你要不要锁起来啊 如果有人斗殴 用牙齿咬 我们知道啊 人拼命拼到极力的时候 用牙齿咬喉咙也能杀人的 那要不要把人的牙齿拔了啊 怎么想出来那些办法 犯罪的是菜刀吗 菜刀去砍人的吗 以前的唐山菜刀队 他们小包里都背着菜刀 到哪里就拿菜刀出来就乱砍 当然他也不是整天的砍了 他们在外头作恶 他们又不做工作 又不想找事情做 他还想吃还想喝 那就做坏事了 做坏事你反抗 他就拿菜刀了 有的是吓唬 有的是真砍嘛 最后 还据说他们还真是惹到了大 大人物啊 不然的话还不会消灭菜刀队 所以说惹到了大人物 才把这个菜刀队它覆灭了 那么现在这个唐山这件事情 这个就好像一时日激起千重浪啊 这一个石头丢下去 引起了那么多的涟漪啊 那么多的波纹向外扩散 现在不光是唐山在有人实名举报啊 其他的好多地方都在有人实名举报 只是呢 唐山现在已经成了大家的焦点 大家都在看那个地方 都在关注那个地方 其他地方还能够压呢 还能够往下压 我奇怪 我 我不知道 我们想要我们的政权稳固 那就要安定民心 如果民心不能安定 麻烦就大了 我希望啊 我们有关方面 应该引起一个 一个极大的关注 要下大力量 来狠打狠杀 那些坏的 坏的东西 特别是执法犯法的人 现在我看这个网络上举报出来 人家全是实名举报啊 拿着身份证呢 如果他没有真的那样冤屈 没有那样的那个受那样的委屈 或者说他没有证据 他也不敢实名举报 就像那个警官 因为他整个派搜索的人 那个警察就开着车 写个假拘留证 就出去拘留人去 拘留完了就 就跟那个 歹徒 绑票 勒 勒鼠一样啊 你把你抓进来 就跟你商量拿钱来 先出去吧 先出去拿钱来 就出去以后 他就想办法把这个钱 就等于没收了 你我一放了 这样来那样了 这个钱已经没收了 就没有了 就用这种办法 而那个负责 开拘留证的 那个警官 不跟他们 不跟他们同流合污 等到他出来举报的时候 他变成了前警官 他已经不是警官了 这就是 怎么说呢 人家那个 现在那个金融市场里头 有一句话叫 叫掠臂驱除良臂 这也是啊 坏人 驱除好人啊 如果他们把好人 全都驱除了 全是他们一伙 都是坏人了 那就更作恶了 我们想一想啊 这种事如果太多了的话 民心如果变了的话 后果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有关方面 真的要警惕 要想起来了 可是你要怎么样警惕 你要想什么办法 怎么样去来 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是让人把菜刀都锁起来 真的我奇怪 你能锁菜刀 你能把 把人的双手也都靠起来吧 那个菜刀他不会自己跑 是有人用手去拿吗 真的我不知道啊 我还是那句话 作恶的不是工具 不管是砖头 是瓦块 是桌子 板凳 作恶的是人 是人 我再说一遍 是人 人 好人拿到的那些东西 那些工具 他就可以见义勇为 他就可以跟那些坏人搏斗 甚至他可以拿来滋味 正当防卫 坏人拿到那些东西 他在去做恶 他欺负好人 他在社会上作乱 破坏这个社会的稳定 再说一遍 是人 不是菜刀 你把菜刀那些锁起来 你是头脑出了问题了 这样的人怎么当的领导 当的干部 你怎么能下出这样的命令来 你下这个命令的时候 你没有想一想吗 或者说 就算你那个当官当的糊涂了 头脑完全 完全不知道什么是 对什么是错了 至少你手下也有一些人了 那些人也应该提出一个建议了 也应该说 这个不行 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没人说 为什么就能下令 就把菜刀都得锁起来 让他不能离开案板 哎呀 我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都 我们都想一想 有些人 有些人 他在了某些 到了某些地位以后 他那个头脑也 完全就是个混乱的了 他是神经了 神经病了 这种人如果留在 你把他拿到精神病院起来 好点 留在社会上 是危害 如果留在某些有权有势的 那个部门里头 负责任 当官的话 那危害就大了 讲一讲吧 不是锁菜刀 不是锁菜刀 应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是有关方面去讲的话 不是我来讲 我讲的话 我要讲了 我不知道我这个话 还能不能再放出去 好吧 今天这一段 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